10厘米后的钢板切割只需要一秒 航弹切割也能安全操作 真正做到了消铁如泥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钢板、大理石、瓷砖等硬物可应用范围广 为了能使用的掐到好处 这就需要人工进行切割 传统的硬物切割一般会使用电锯等 不仅会产生火花 所以效率也会相对较低 尤其是对于航弹等非洲弹药的处理 更是难上加难 如果一直使用传统的爆破方式 对环境的污染可想而知 而且危险系数相对较高 不只能有更安全的作业方式 河北的纪师傅决定发明一台 既可以切割硬物 又可以拆分炸弹的机器 随后他与团队小伙伴迅速投入到研发中 历时两年 机器才终于成功 纪师傅考虑到机器的作业效率和操作安全 他选择使用水切割的方式进行作业 机器主要利用水的喷射和水刀砂的混合 对物质进行切割 机器的最高水压可达到400兆帕 工人可根据切割材料的不同 使用不同的水压进行切割 水切割的范围较广 切割质量好 不仅不会出现毛刺 减少意外伤害 而且无热加工的方式 无需担心在切割时产生明火静电等 对于航弹等高精密高微物件的切割更加安全 还能防止爆破产生的环境污染 环保性更强 在切割燃气罐时 只需要5分钟就能完成切割作业 大大提高了报废器罐的切割效率 纪师傅的发明 是五国第一台水切割方式作业的机器 并且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安全检测 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户外切割航弹的记录 并登上了央视5i发明节目 他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将自己的发明热情与专业知识相结合 发明出的机械不仅立国立民 也促进了机械切割行业的发展 为他的发明致敬 中文字幕 第二终书 中文字幕 ingenaj近不対策